这个道德水准不一定像我们这么高啊 别踩中了愚人节的这样的狗屎陷阱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论坛的全部内容 稍后是华尔街联报继续为您带来过去一个时段的最新消息 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公布 自3月27日起 北京市废止夫妻离异任何一方 三年内不得购房规定的有关文件 在2021年8月4日 北京市住建委发文规定 夫妻离异的且原家庭在离异前 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限购规定的 自离异之日起三年内 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北京市购买商品房 对于该文件的废止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符合市场预期 有利于稳定当下的楼市 终止研究院的研究总监陈文静解释 北京取消了离婚限购政策 意味着夫妻离异后 双方均即刻就可以按照 是否符合北京现行的购房资格来进行购房 不再受到离婚年限的限制 目前与全国相比 北京楼市的政策力度依然属于最为严格 包括购房资格 贷款资格 房贷首付和利率等等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表示 微调当下楼市限购政策符合市场预期 2021年北京出台离婚限购政策 是因为当时市场有炒作氛围 但是这一政策过于严格 也误伤了部分真实的购房需求 现在看已经不合时宜 取消离婚限购 意味着离异后 购房权益将会回归个人基本需求 近期北京等一线城市楼市情绪有所回升 迎来了一波小阳春 本显示认为该文件的废纸 有利于释放一部分真实的购房需求 特别是购买教育资源房等需求 可以在最近释放 有利于拉动小阳春持续到4月份 春节之后 北京房地产市场情绪有所提升 二手房表现明显好于新房 但是二手房是在以价换量的代价下 保持市场活跃的 3月份至今 北京二手房成交1.1万套 要高于2月份 但是与2023年同期相比 同比降幅仍然超过20% 在今年的两会上 政府工作报告为房地产定调 提出要优化中国房地产政策 要求地方政府用好调控自主权 陈文静认为 此次北京取消离婚限购 是落实中央精神的举措 从短期来看 北京限购性政策可能会继续优化 多种限购存在释放空间 而与此同时 亚洲最知名的私募股权投资者之一 陈文静提议完全取消中国的购房限制 住在香港的经济学家 泰蒙投资集团的执行主席 陈文静周三表示 当市场发展过于缓慢时 现有的购房限制 就会构成雪上加霜 尽管各地区已经放宽了措施 但是现在是彻底取消这些措施的时候了 陈文静以香港为例指出 在香港政府近期取消所有买方限制政策之后 香港的新房交易已经有所恢复 同时他不认为中国住房市场 正在面临严重的供过欲求的问题 近期有一位前统计局官员称 即使是中国的14亿人口 也可能无法住满现有的住房 善伟健称这是无稽之谈 他说这种具有权威性的言论 可能会影响全球投资者 对此类问题的看法 他指出如果对中国经济贡献 达25%的支柱产业完全无法挽救 那么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了 善伟健根据过去30年的总和计算 中国的商品房住宅总面积 为144亿平方米 而人均居住面积为42平方米的话 只能容纳3.45亿人 他说按照过去30年的建设速度 还需要120年才能够建设 足够的住房来满足14亿人的需求 因此中国房地产现在的主要问题 并不是供国于求 值得注意的是 善伟健所在的泰蒙投资集团 是大连万达旗下购物中心的重要投资者 因此他的评论是否与自身利益相关 值得商榷 而万达此刻也深陷房地产泥潭 本周因为资金短缺 万达商馆约162亿的股权被冻结三年 根据本周一发布的2024胡润全球富豪宝 王健林家族财富已经缩水了72%至300亿元 旗下万达商馆大部分的股份已经被冻结 在去年的胡润百富榜中 中国内地财富下降最多的就是王健林家族 而在另一边 中国地产界的女首富杨慧言 仍然在从碧桂园获得巨额收入 宝博社报道 杨慧言将从他直接持有的碧桂园 获得约1.6亿元人民币的股票分红 杨慧言在7月份将其一半以上的股份 转让到了一个家族基金会 该基金会将获得近2亿元 碧桂园旗下的物业管理公司 碧桂园服务周三公布财报 2023年净利润下滑85% 然而碧桂园服务仍然宣布 派发每股2.19元人民币的分红 和每股27.27元人民币的特别派息 称一次感谢全体股东一直以来的支持 与中国房地产一起陷入困境的碧桂园 在今年2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香港法院收到了债权人 要求清盘碧桂园的申请 而本月早些时候 碧桂园首次未能支付人民币债券的票息 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 杨慧言的身家已经从2021年的峰值 340亿美元跌至44亿美元 杨慧言曾经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富有的女性 但是她现在已经跌出世界前500名的富豪 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 碧桂园已经拖欠了119亿美元的债务 碧桂园在8月份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一份文件中表示 自2007年上市以来 杨慧言一直给予碧桂园强有力的支持 该文件指出 杨慧言与家族成员一起 通过贷款、股票和债券等措施 为碧桂园提供了约386亿港元的资金 但是没有说明更多的细节 而碧桂园的股价今年至今已经下跌38% 从最高点至今则已经下跌超过90%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六度大厨 为你量身定做美味食谱 登陆六度世界 如图点击右上角机器人 图标 然后选择六度大厨 就可以开始对话了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烹饪小游戏 让我们开始吧 你是想做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晚餐 好的 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们应该好好对待 下面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你希望这顿晚餐是素食还是荤食 或者两者都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 荤素搭配非常健康 下面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你对哪种类型的菜肴 有特别的喜好吗 例如 你喜欢亚洲菜 意大利菜 法国菜 墨西哥菜 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菜肴 喜欢吃日韩风味的 好的 日韩风味的菜肴 口味独特 非常美味 下面是我的第四个问题 你有没有饮食禁忌 或者过敏食物 例如 你不能吃海鲜 牛奶 鸡蛋 坚果等等 不吃坚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坚果 下面是我的第五个问题 你喜欢辣的食物吗 或者你更喜欢甜的 酸的 或者咸的食物 喜欢甜辣味道的 好的 甜辣的食物 确实很开胃 下面是我的第六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 或者特别讨厌的蔬菜 不喜欢胡萝卜 喜欢白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胡萝卜 尽量使用白菜 下面是我的第七个问题 你喜欢吃肉吗 如果喜欢 你更喜欢哪种肉 比如鸡肉 牛肉 猪肉 或者羊肉 牛肉 好的 牛肉富含蛋白质 是很好的选择 下面是我的第八个问题 你有多少时间 来准备这顿晚餐 你需要一个快速简单的菜谱 还是你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尝试一些 更复杂的菜谱 快速简单 最好微波炉就可以解决 好的 我会为你找一个 简单且快速的菜谱 下面是我的第九个问题 你喜欢用哪种烹饪方法 比如煎 炒 炒 炖 蒸 烤 或者微波 微波炉 好的 微波炉烹饪快捷方便 下面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尝试的食谱 或者食材 现在 让我根据你的回答 为你设计一个菜谱 主食可以是面食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设计了一个 简单快捷的日韩风味牛肉面食的微波炉菜谱 菜谱名称 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食材原料 牛肉切片200克 方便面一包 白菜100克 韩式辣酱二大勺 糖一小勺 酱油一大勺 蒜末一小勺 轻松 适量 步骤 在微波炉安全的碗中 加入牛肉切片 韩式辣酱 糖 酱油 蒜末 搅拌均匀 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切好的白菜 搅拌均匀 再次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方便面和适量的热水 根据方便面包装上的指示 搅拌均匀 确保面被水覆盖 再次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三分钟 取出碗 撒上切好的青葱 搅拌均匀 即可享用 点评 这道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它不仅制作简单快捷 而且口感鲜美 营养均衡 牛肉富含蛋白质和铁质 可以提供你一天所需的能量 白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消化系统 方便面则为你提供了 主食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韩式辣酱和糖的加入 使得这道菜肴既有韩国菜的辣味 有油日本菜的甜味 非常符合你的口味需求 现在 我将为这道菜画一张配图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挑战的内容 魏普评论 从韧性体制到脆断体制 中共统治正发生危险转换 3月15日 美国之音刊发了一篇北宴评论 两会落幕 中共任性不在 命运全系个人 该文在海内外引发关注 文中提到的一系列政治现状 特别值得关注 如 两会上一片政治死寂 中国政治精英 不是唯唯诺诺 战战兢兢 就是抱团躺平 各界人士以前所未有的恐慌 关注着中国政治的转变 不知何时 苏东人民经历过的轰然倒塌 会在中国出现 经济通缩中痛苦不堪的社会各阶层 对前景悲观 对当下体制不满 在政治高压下 以各种无声的方式做出步的选择 而诺大一个两会舞台 只有一个人长袖上舞 他枪毙了除他之外 所有同僚也能长袖上舞的机会 这种死寂 呆板 僵化和专横 和中共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所呈现的生动活泼 解放思想 自我纠错相比 宛若两个世界 文章用轰然倒塌 难以持续等词形容可能的脆断 而作者的这句话 更是隐含着中共的未来结局 他说 自2012年以来 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变化 莫过于一个曾经被誉为任性体制 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 他认为 这远比改开终结 或者已经开始的经济大萧条 更能说明中共体制目前的鸵鸟政策 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远未来的结局 值得玩味的是 作者把问题之源 归咎于中共体制目前的鸵鸟政策 这似乎不是批评习近平 而是批评习近平之外的体制中人 我赞同作者对中国政局的基本判断 我的读后感可小结尾几点 一 中共体制韧性已经消亡 它曾经拥有的灵活和务实 及体制韧性的核心 经过十余年的大规模党内清洗 和社会压制已经当然无存 二 韧性消亡的后果非常严重 远比改开路线的终结 和市场经济的终结 更令人心悸 三 体制韧性 目前已经被或正在被体制僵化所取代 这种僵化来得如此猛烈 如此快速 如此铺天盖地 以至于人们不能不担心 中共体制再挪一步 就是脆断 四 而习近平正亲自操作体制运行的方向和速度 他的所有招数 似乎正促使这个体制 笔直地向脆断冲去 五 中国各阶层人民 也似乎普遍意识到 脆断或迟或早会发生 而最最危险的是 习近平一个人亲自导演 并亲自制造了中共体制 从任性向脆断的转换 这种转换会影响所有中共党员 所有中国人和这个国家的未来政治命运 毋庸置疑 习近平一人独裁体制 本身就隐含着脆断的可能 而它对中国是否走向脆断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哥伦比亚大学李安有教授 曾于2008年提出 中国政治体制那时 已经演变成一种 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韧性专制 是一种能够适应 能够自我调整 又继续保持基本专制性质的政权 2023年10月 李安有教授在《中国民主记刊》与主编王天成对话发展 韧性和危机 这个政权能持久吗 在谈中共体制的韧性 他说 中共近期 中期仍然有韧性 因为国家力量强 社会力量弱 但习如果出问题 韧性的期限很可能结束 显然 李安有教授也认为 习近平在终结韧性体制中起关键作用 和李安有教授有些不同的是 我认为 中共体制的韧性现在已经消失殆尽 而僵硬脆断之性质显得越来越明显 虽然习仍在位上 但他已经抛弃江湖时代中共曾经表现出来的某种学习能力和自我适应能力 习拒绝学习 拒绝适应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 他生造理论 自定规则 表现出来的死板 僵硬 僵化 固守中共意识形态 和过去的江湖时代截然不同 为了巩固中共政权 江湖愿意调整自己 而习最关心自己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他却不愿意调整自己 他以为只靠自己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就能度过中国目前的所有难关 眼瞅着习带领整个国家笔直地冲向悬崖 我们除了叹息 还能做慎魔 放 美国之音的这篇文章很值得一读 他用轰然倒塌 难以持久这样严重的词汇来形容可能的脆弱和危险 真是带着预言的光环一路高调入侵 首先 文章里提到的两会政治死记 似乎在给人一种中国政治界的朝鲜化印象 形象地呈现了一副领导者一人独大的画卷 但是 我不禁要问这位预言家 如果中国真的出现了死记的政治环境 那么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中国能在这种所谓的死记 环境下连续多年保持了全球首位的经济增速 能不能告诉我 如果政治环境真的犹如死水尽流 那么 中国是如何在这几年里 推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举措 例如混改 产能减产等 再看文章里的那个前所未有的恐慌 似乎在声称 中国经济会大幅下滑 而且 好像一直在下滑 的确 中国的经济增速在放缓 但请不要用这种类似于天要塌了的论调 来偷换观点 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 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处在了转型阶段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效增长阶段 这是正常的经济规律 也是每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都会经历的阶段 难道你觉得 中国经济应该一直以10% 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长下去 才算正常 我更想问 如果中国的社会层次对前景感到如此悲观 那么 中国的旅游 餐饮 为什么还在火爆 按照你的逻辑 如果大家都那么悲观 那么肯定无数资金会逃离中国 要知道 资本是最敏感的 可是事实呢 资本从外面如春剑而滔滔流入中国 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而那位文章的作者也谈到了 让我非常不以为然的一点 他说 中共体制的韧性消亡 更甚者 他认为 韧性不再是中共体制越来越明显的 僵化特质 好像中国的体制变得如此僵化 以至于无法根据环境去进行改变 对此 我不禁要疑惑 这位作者在讲述这种观点的时候 是严谨的吗 还是只凭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 凭空对中国进行质疑和猜测 他是否知道 中国根据时代需要 因地制宜 尝试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 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普遍做法 这难道不是韧性体制吗 如果说对中国进行恶意揣测 有人诟病中国体制的韧性消亡 倒不如说他在批判中国政治的韧性 表达了他对中国制度的解构性解读 然而 我们看到的中国 并不是他笔下的僵化的中国 而是持续发展 风生水起的中国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依然是西方观察家 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一种负面偏见 和似是而非的猜测 他们选择忽视中国的繁荣和变化 而选择了一种恶意揣测和怀疑的态度 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发展 就选择了质疑和攻击 他们的这种偏见 算是给中国施加了一种西方式的视觉殖民地主义 那么 对于我们这些正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 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的理解和评价 大概比他们高半截吧 对于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观察家 对中国的负面偏见和猜测 他们只看到中国的一些问题 却忽略了中国的繁荣和变化 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不理解 所以选择了质疑和攻击 这种偏见 只会给中国施加西方的视觉殖民主义 对我们这些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 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和评价可能更准确 而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虽然中国的体制存在一些问题 但它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和适应能力 中国一直在根据时代的需要 和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着有效的管理和改革 这种任性体制 使中国能够快速应对各种挑战和变革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中国的一些问题 而忽略了它的发展和变化 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中国 看到它的优势和潜力 同时我们也应该在中国的发展中保持警觉 关注可能的风险和挑战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评价中国 所以我们应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并保持对中国的开放和包容态度 最后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 分享您的观点和想法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今天就来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纽约车展 先来看到的这个展台 是福特自己的展台 在这个福特展位之中 有一个或者是两个 这个比较明星级别的车 一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个F150系列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展台这一块区域的 或者是在它正中央的这一块区域的福特的跑车 两门的野马系列 那么在你画面里面看到的这一台野马 它叫做野马的GTD 那这一款野马比较特别 在福特对面就是尼桑 或者说我们要叫做它是日产 尼桑和日产 反正我就叫尼桑好了 他们几乎也是一个和福特 有一个分停抗离的感觉 他们也是福特这边有皮卡 尼桑这边就也有皮卡 福特这边有SUV 尼桑这边也有SUV 那在尼桑展台的另外一边 其实它也有它自己的运动车型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镜头右面的GTR 大家这个可能喜欢车感对汽车工业感兴趣的人 已经不陌生了 那么在镜头左边的现在到镜头画面中间的这一台 Nissimo版本的这台Z 可能是大家会觉得比较有新鲜感 确实这款车也是这一两年才推出 目前我甚至看到有很多人是加价买这款车 而且加价的这个价格还是不菲 在福特旁边的展台是雪佛兰的牌子 你也可以看到在展位上 大部分也是雪佛兰自己的皮卡SUV这样的车 确实在美国大就是好大就是王道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纽约车展比较强调实用性 或者是并不太强调概念性的这样的一个车展上 那么像这样大的车 大的皮卡 大的SUV 可能是更为唱主角的一个存在 那么你在纽约街头也能看到很多那种豪华车 礼宾车 从之前的那种家常款的车 慢慢逐渐变成了 你能在现在镜头看到的这样的全尺寸的SUV 这个可能成为了一个豪华车 礼宾车的一个全新的概念 除去SUV和皮卡之外 雪佛兰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当家的招牌车 那就是克尔维特 在这个角落就是克尔维特的不同的版本 在这边其实也不乏一些特别豪华 特别奢侈的一些品牌 比如你现在能看到的是被围起来的 兵力他们也是带来了自己的欧陆系列 以及他们的SUV系列 那么在小小的角落也有保时捷的车款 包括他们的Wagon 包括他们的不同尺寸的SUV 但是参展的规模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大 毕竟如果是保时捷的用户群体 他们可能在买车的时候不会再跑特意跑到车展来 看个车展才会考虑买不买车 那这个也是保时捷这样的一个展位 在纽约车展上给大家现场展示一下 只不过豪华车是被圈在了一个固定的地方 和其他的展车比起来 那这些豪华车就没那么触手可及 在这个整个固定的地方 在这个整个纽约车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参展单位 参展车牌 那就是日本的斯巴鲁品牌了 斯巴鲁品牌可能它在美国人的心中 也是有这一个最便宜最皮适的一个四驱车 这么样的一个概念 你也看斯巴鲁品牌很骄傲的 把消费者报告的一些评比的结果 放在了他们的展位之上 在斯巴鲁的车展上也放着他们一个 可能是放着他们出过事故的车 证明这个出事了之后 斯巴鲁的车可以极大限度的保护车内乘客的安全 那这里也是一个事故车 它是车前已经遭到了非常大的撞击 但是看起来这个车的一些结构是没有被影响到 它模拟出来的是一个在森林荒野中一种遍地萤火虫 空中都是闪烁着萤火虫的一个感觉 现场的感觉 现场的这种气氛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斯巴鲁是很用心的在打造他们的纽约车展上的一个展台 是非常的用心 韩国企业的展台 那奇亚的一款车也是拿到了今年的纽约车展世界车的第一最佳 就是你看到的这台蓝色的奇亚的EV9 没有错 这个车是一个电动的车 它现在是有很多奖项在身 它这个奖杯直接就放在了车的边上 这台车其实在2023年的纽约车展上就出现过 当时是吸引了很多媒体很多普通民众的目光 今年是拿到了纽约车展上的一个世界车的一个奖项 可能它在未来真的是投放的量产 它的市场销量反馈可能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口碑的提高吧 你看到的就是这个奇亚的EV9 这台车拿到了2024年北美 这个utility vehicle of the year 就是相当于SUV最佳声誉了 我知道各位怎么看这台车 这台车从外表上看真的是挺大尺寸的 包括它的长它的宽 当然了我没有实际的驾驶过它这辆车 所以我很好奇这辆车开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奇亚这边也是跟其他的品牌一样 有很多类似于这种插电混动 或者是汽油车给大家来选择的 还有一个要提一下的是 今年奇亚推出了一个叫做K4的这么样一个轿车 其实现在像这种轿车越来越示威 电动的SUV这种强调要大 然后要这个空间更大的这么样一个时代 奇亚还是在推出自己的这个叫车 其实我觉得奇亚可能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说他觉得在这个电动逐渐盛行 在这个车追求大的情况下 轿车仍在这个用车者的世界中 有他的一席之地 本田这个品牌有人就开玩笑说 前几年开玩笑说买本田相当于是买发动机送车 就是强调本田的这个发动机很好 但车这个车怎么样倒是其次 但其实也不一定 其实本田自己这些年来也是从小型车大型车 从轿车到SUV到皮卡一直在扩充完善自己的产品线 对于很多这个讲究实用的人来说 本田也有很多选择 比如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雅和 那本田的雅和呢也在北美上分为很多不同的动力系统 有它的这个混动 有纯汽油 我记得还有插电 在本田旁边呢 其实就是本田自己的一个豪华品牌 就是他们的这个Accrua这个品牌 你明显可以感觉到的是 这辆车可能是有着更多的现代感 科技感 没有错 这个就是电动车品牌 吉星 那说到吉星 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吉星呢 其实是带有北欧元素 但是现在它也是属于吉利旗下的一个电动车的品牌 当然了它整个团队仍是保留的北欧团队 吉星4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可能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是没有后玻璃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可能是吉星展台上最有意思的一点吧 因为没有后玻璃的车呢 它只能靠你看到的这个摄像头来给驾驶员提供一个中后视野 可能这样的一个元素会成为一个流行的趋势 但是可能在接受来的 在让大众来接受来看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吧 也是非常用心的一个展区 那就是韩国现代汽车他们的一个展区 现代汽车在这个展台上呢 他们是包含了普通乘用车 普通就是电动车 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性能品牌 就是他们出了一个N系列 你现在看到的这台呢 就是伊兰特N 那么伊兰特可能大家觉得 这个不就是北京跑出租的车吗 但是这一台伊兰特N呢 他们的背后是曾经的宝马BMW 这个M系列的团队操刀设计出来的这台车 你别看它它只是伊兰特 但是据开过的人说 这台车给你的体验真的是非同凡响 那么这一台车呢 IONIQ5 IONIQ5是在今年的这个纽约车展上拿到了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拿到了运动 最佳运动车的这么样一个奖 这边还有一个体验区 是现代的 体验的就是电动性能车的一个加速的体验 这里是丰田的展台 那么你可以发现在丰田的展台 不只有车 不只有轿车 有SU 有皮卡 他们还搞了一个丰田的运动节 那么在丰田运动节里 你可以体验到不同的这种运动 你可以打篮球 你可以跑步 可以玩滑板 包括这位大哥 玩得还可以 我觉得挺好 目光移回到丰田的这些车厂 丰田这个品牌太可以说了 从卡罗拉 从Rive4 说到红杉 屏幕的左边是丰田 右边是雷格萨斯 这两个展台加在一起 应该是比是全车展上最大的一个展台 这些都是丰田的展台上的车 感谢大家 这是他们的陆地巡洋舰 但是这款车其实不同的地区 这一款车它有不同的名字 比如说在美国它叫陆地巡洋舰 但是在中国同样的一款车 它被叫做霸道 这个是丰田根据不同的市场定位 他们是做了不同的调整 今年这款车应该是纽约车展上 丰田最亮眼的明星之一 这个展台是尼桑日产旗下的 豪华车品牌Infinity 今年这边的展台虽然不大 但是也是有一番布置 今年2024年的夏天 目前这个车看起来还是有很多人感兴趣 还要再说一下的是 大众这次把他们的老祖宗也请过来了 这是一台1949年的 那么大众是把这台Beatle就放在了Buds的边上 那么这台大众的电动minivan叫做Buds 非常的有话题性 非常的吸眼球 那么在进车展之前 其实我就在车展门口遇到另外一辆 这个橘白色的大众Buds 然后车上有个司机 我就问这个大众的司机 我说能不能让我体验一下 能不能让我试乘一下 那个司机很客气 但是说不行 因为这个车在纽约车展上是不提供试驾试乘服务的 但是他很客气的邀请我在这个车前后左右里里外外 让我拍了个遍 然后还给我展示了一下这款车的一些内部的装饰 内部的一些设计 然后他很有意思的 他跟我说在美国售卖的大众Buds这款MPV 是长轴巨版 那怎么分辨长轴巨版还是标准轴巨版呢 如果你看到的这台大众Buds 有一个推移窗 那么这一台Buds就是长轴巨 如果没有这个窗户 那就是一个标准轴巨 摆在另外一台1949年Beatle的旁边 让你觉得两个历史时代成叠了 给你一种这样的感觉 那么这边这个品牌呢 是韩国现代汽车旗下的豪华品牌 叫做Genesis 这个也是韩国的现代汽车 在多年之前设立的一个豪华品牌 那么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Genesis大概是相当于要和 雷克萨斯和Infinity和 这个Acura这样分停抗礼的 这么样一个豪华品牌 今年Genesis展台上最亮眼的这三辆车 那是他们自己推出的一个运动品牌 叫做Magma 你看到离镜头最近的这台呢 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大型房车 那么在中间呢 应该是他们一个概念的机体跑车 在最远端的呢 是他们的一个电动车 应该是GV60的一个概念版 准备车展也是看完了 一圈走下来呢 其实还挺花时间的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来看一个车展 最好是早做打算 然后早点来穿一双舒服的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